最佳传统表演艺术影音出版奖 得奖的是 《月灵灵听不容》的音乐故事 出色收音让演奏为主体的表演 展现绝佳动态 细腻的镜位规划将灯光影像角色串起 将原本的音乐会升华成为优秀的影音作品 我们首先感谢来自南投心意布农族的朋友们 他说我们一上台一定要长一段现场 那我代表 谢谢 这一个跨界合作我们代表是 感谢台湾国乐团传业中心 跟我们还有最需要支持的 就是我们曾老师 他记录了这一个布农组20年 中家宽敏启荣这一次与台湾国乐团合作报名参加的 《月灵灵听布农的音乐故事》 荣获第三十三届传业金曲奖 最佳传统表演艺术影音出版奖 《月灵》是嘉瑜大学音乐学系曾玉芬教授 20年来在布农族田野采集调查季度 在台湾国乐团的委托下 邀及各领域的艺术精英 共同创作而成的布农史诗音乐剧作品 《月灵》不只是一个故事 而是整个台湾布农组的史诗 全场以布农语演出 而台湾国乐团秉持用国乐 诉说台湾最美故事的精神 扮演着重要的叙事抒情角色 将这项人类重要无形文化资产 重新复兴的生命 给我们的空间让我们在台上 以布农族的文化主体 以全部布农语 完成了这一个音乐剧场 那国乐团扮演的非常非常棒的 叙事抒情的角色 最后呢 谢谢吉隆有限电视的这个影音的记录 才能让我们在国家歌剧院那一次的演出呢 可以延续变成大家都看得到的 人类无形文化资产 而且赋予它新的生命 中家宽评 吉隆总经理李玉平表示 吉隆团队除了深耕吉隆 记录在地的美好 曾经连续四年拿下金市奖最佳地方新闻奖 还有很多入围跟得奖的剧团演出 都是吉隆负责录影制作出版的 我们会更加的努力 让台湾优秀的故事持续被看见 记者黄日生综合报道